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分享生活艺术 唱谈健康人生 张玛丽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带你一同走进美丽人生 嗨 又回来美丽人生 张玛丽 今天就跟大家谈一下 你知道我们是旧历年 新历年 情人节 元宵 总之就很多很多假期 在连接这么久大家都会很多有应酬 在应酬当中 其实我常常都有一句说话 吃出优雅品味 吃东西是开心的 民意食为天 但问题是真的吃东西的时候 就要看看在什么场合 什么场景 跟哪些人一起 正如我说那对金童玉女 一男一女 年纪比较轻的 两个都穿得很漂亮 拿着摘花进来吃饭 只可惜有个女士可能真的没有留心 或者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原来男士帮她拉椅的时候 她就不懂得 让男士拉椅自己坐下 那就好看点 要不然你自己拉椅子就不会这么点压 坐下的时候 其实注意 刚才我都说了 之前我们有时候可能有些叫 Pre-dinner drinks 就是我们未吃晚饭 就先喝杯东西 然后再埋位 注意一下 如果你在一些formal dining 就千万不要拿一些可乐 热茶 啤酒 那些埋位 因为是否不行 没有人会说你错的 不过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合规矩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你喝香槟 或者喝葡萄酒 甚至喝白兰地的也可以 不过就很少 饭都没吃 你就以含不含喝那些酒 尤其是男士女士拍拖 吓死人 觉得你会不会是控酒的 所以那些是比较少的 通常都是吃班好朋友 吃饭才会喝 OK 埋位的时候 其实最好是不要拿任何东西 喝开什么就放下就算了 有时你知道 你进了一间好的餐馆 它不是立刻就给你买位的 有时候在摇摆里面 都会喝杯东西 有时候很多法国餐厅 都是这样 海外更加 好了 那我们买到位坐下了 那男士帮女士拉开一张椅坐下 那第一件事就拿餐巾 刚才我都说了是放在大腿里 好 那跟着下去呢 就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叫饭吃的 叫饭吃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服务员都会问一下 女士吃些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人拍拖 其实女士很多时候呢 就一定会跟男士都好像商量一下 就是吃些什么 可能头盘我吃蠔 吃生蠔 或者是吃Escargo 熟的那些 就是我们田鵝 我们大人叫Escargo 那你就不要叫他做Cinell了 然后接着呢 就可能大家会谈一下 喝汤还是不喝汤 就是大家尽量呢 不如现在很多时候呢 很偏的 就是每逢情人节 特别的日子呢 就套餐很多的 因为他们呢 要做很多轮生意 那所以有很多时候套餐 但如果你去一些漂亮的餐馆 不会套餐的了 那都是你自己要叫的 那叫的时候呢 很多人看着的餐牌 就拗了头了 因为呢 有时候改到的名字很漂亮 又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 又不知道你会吃些什么敏感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有时候就可以跟自己的伴侣呢 就大家商量一下了 比如说我吃蠔 那他头盘是吃什么呢 会不会吃个沙律呢 大家都吃些冷的东西了 那完了之后 可能喜欢喝个汤 那大家就喝个汤 那就不好 你叫成四五样东西 然后那个就只叫个main course 那就不太好了 也就是一般的那些餐馆 都是两个一起吃的 那就变了大家好像没有夹过 所以一般来说呢 就是互相都有个好像商量那样 吃点什么 头盘 什么 但是呢 很有趣的 中餐我们就很喜欢分享的 是不是 一个圆盘转转转转转 你就夹点 我就夹点 但是西餐呢 就会吃一小 就是自私餐来的 你自己叫什么 你就吃点什么 那你说 不是啊 我们很恩爱的 我们喜欢你一口 我一口 那这个呢 真心说真的 不是正统的 不是正统的做法来的 但是都没所谓 就是如果你两个人 很甜蜜蜜的 我喜欢喂你一口 你为我一口 那在情人节 那些人接受到的 但是你说 如果是一些平时的宴会呢 就不是那么对了 真的不是那么对 最好你吃你的 就是他吃他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 西餐 就是大家的餐到齐 才起快的 譬如你叫了个蠔 那些生蠔来了 但是其他 你的男伴 你的男朋友 那个盘还没来的 他不管他叫什么都好 或者他叫一个 就像我说的 叫田螺 Escago 头盘 那他还没来的时候 女士千万不要 就是生蠔冰冰冰 快快吃吃吃 你明白吗 那就不好了 一定要等两个人的桌面 或者四个人 譬如你double date 就是两对情侣 去吃饭 就四个人的桌面 都有一个饭 不管你的头盘是什么都好 来到才一起起快的 Bond Appetit 就是说大家祝你开胃就可以吃了 记住一样东西 每逢譬语 说回如果是午餐的 例如商务上的午餐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怎样呢 是尽快吃的 因为大家都赶上班 赶上班 不同吃晚餐 对不对 那你赶上班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是 一吃完的头盘 你看见人家 咦 可能就这样叫个汤是头盘 那大家都差不多喝完的汤了 哇 你还有整缝汤在那里没喝的 想着聊天 那你就要快点喝完它 因为为什么呢 就算收了其他三个人的碗 羹之外 你还在吃的话 那个第二道菜都不会来的 因为一般来说 比较好一点的餐馆 我不是说茶餐厅 OK 或者一块餐厅 不是 那通常呢 就是它会是 等待大家吃完 拿走的东西 才来第二道菜 那吃完第二道菜 才来第三道菜 那才晚上的甜品 所以有时我们吃东西就要煮东西 但晚餐就不需要了 就不用理会时间的 那就是慢慢吃 那所以呢 大家互相最好是 譬如叫一个头盘 然后可能喝个汤 对不对 那第二了 第三的就是主菜 那第四的可能就是甜品 对不对 然后可能一路喝着咖啡茶 那就完整那晚的 就是晚宴 那就要注意了 好 坐在这里 很多人都会吵头的 哇 糟了 那么多刀刀叉 有时都放在这里 对不对 那应该怎样呢 一般我们坐在这里 面对着那些刀叉呢 中间有个盘 那个盘呢 我们叫它做 signature plate welcoming plate 或者呢 就是 总之很多不同的名字 我们是surfing plate 这样 那中文名呢 就简单一点 叫等食碟 但是好听一点的呢 就叫做时候碟 就是时候你吃东西的碟 那那个呢 只不过是放在这里 有时那些很出名的餐厅 很喜欢的 放着碟在这里 那每一道菜 它都会放在那个碟上 但是那碟呢 不是给你摆骨 或者是摆其他的东西的 那坐在这里呢 就一定只是用餐巾的 讲正统西餐 就不要拿纸巾出来 又不要把电话 放在桌面 还有最好的电话 都不要弄到 现在都好些了 现在很少是震音的 以前就经常听到 那他电话就整天 整晚都在那里 哇 人家觉得 哇 这胶油广阔得这么紧要 没有停的 电话就不是很好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关掉它 或者是静音啦 是不是 好了 那坐在这里吃东西了 刀叉呢 就会是在你 那个坐着的位置 面对的 左右两边 有些时候呢 在你的原盘 就是那个waiting plate 就是你吃neature plate 上面都还有 池羹和叉的 那那个是甜品的 由头到尾都不要碟 直到你真的吃甜品的时候呢 服务员就会把那个 池羹和叉分开 又是放在左右两边的 那所以呢 所有的刀叉 你看着了 通常呢 右边全部都是刀 左边全部都是叉 但是右边呢 有时候你会见到 就是有池羹的 是大池羹来的 就是圆形的 圆形的大池羹 其实就是饮汤的 圆形的大池羹呢 那种通常就和另外一边的叉 就是左手边的叉 就可能是吃意粉那些 就会用到叉和池羹来吃 记住 外国人吃汤 或者是吃餐 我们通常的餐具 就从外面一对一对一对地吃进来 单丁的通常就是汤羹 好了 讲到这里 就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下个礼拜再和大家说 就是喝汤的礼仪 吃一煮菜的礼仪 各样的东西 还有那些do's and don'ts 是吧 OK 好了 那我们再听一首歌 希望你喜欢Mary 为你选的这首歌 《少女的祈祷》 下个礼拜再见 祝福大家新年蒙恩快乐 联系两次略得都过多年 与他在外几公里 当这盏灯传后便会别离 白昏气决定我生死 祈求天地帮我一相恋人 怕发生的永远灭发生 从来未信你遇上好景降流 而可能重拾信心 祈求天父就十分钟好人 似我他的吻 缘缘罪人 我爱着同时仍爱一位世人 祈求沿途未变身 请求沿途未变身 导致我都用讨告 诚言转故这种信徒 用两手这一相恨 专心倾诉 宁愿答案忘得到 为求与他这相中 可抵达未来 到这位都不放开 无论楼杀力尽 任何的伤害 任何我决定爱不爱 祈求天地帮我一相恋人 怕发生的永远灭发生 从来未信你遇上好景降流 如何能重拾信心 祈求天父就十分钟好人 似我他的吻 缘缘罪人 我没想到你 我一程好想绝多了 我一程好想绝多了